因為如果我沒有辦法 立即性的解決寶寶的狀況 那又會一直哭鬧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你就會被吵到 你沒讓好好休息 你會想了解說它到底怎麼了 那如果你去月中的話 你也可以好好休息 然後有人可以協助我 寶貝啊 可是月子中心好貴喔 一天就是 一萬多塊 坐月子一個月 30天 30萬欸 一個月花30萬欸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到底 孕婦要不要去做月子中心 這個其實一直都分兩派啊 這是超像買房 欸你會發現現在社會很二元 我覺得是大議題 大議題就是蠻二元 而且各有很龐大的支持者 對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探討這個議題 因為 這個就是要預先想 因為你如果不住的話 其實也有不住的幾種方案可以選 如果你要住的話 你更應該要提前去訂 我真的太常看那個 Dcard版的那種時事問題 我就說 他應該看那個親子版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懷孕嘛 所以我就會一直看到 大家在講月中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 這件事也到我身上來了 我們要怎麼做啊 我搞不清楚怎麼做 是不是在詢問你的想法 我那種想法很簡單 其實我們經濟是虛刻的 我們去做吧 第一個我們兩個人都沒有懷孕過 我們兩方家族 這一輩的 第一個要準備迎接新生命的 所以我們並沒有什麼哥哥姐姐 就等於是家族都沒有經驗 再有經驗已經是媽媽了 30年前的事情 對這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 然後我覺得大家不會記得 既然是這樣 我就直接分享一下我媽的經驗 30年前 我媽是說 她有住月中 30年前的月中 一個月大概是10萬塊 有點便宜 其實現在說起來 那時候10萬塊很多 那時候10萬塊跟現在10萬塊 她是她第一胎的時候 有去月子中心 然後第二胎她就沒有去了 喔 因為有 你想說可以 她怎麼樣 我跟天媽真的很喝 你什麼戀母情節 我不知道 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的想法是 因為第一次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月子中心 他們都是很有經驗 他們一定會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包含寶寶的狀況 網路上很多資訊 其實沒有辦法查的那麼明確 像我那時候養狗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一個人抱怨 為什麼都沒有人好好講 便宜牧羊群怎麼養 我會真的事情就很火大 像我這種就是很緊張 容易緊張 然後又很科學派 又很愛照書養媽 對 她真的買了一本書 叫做如何養邊境牧羊犬 在那邊是很爛 哈哈哈 對我就是覺得寶寶這件事情 我很慌張 有很多不預期的狀況 如果她這樣我才去找的話 我覺得我會來不及 受苦的就會是彼此嗎 因為她會哭 舉手一下 通常晚上的故事都是懷孕者很擔憂 然後照顧者就覺得 你想幹嘛隨便啊 想的比較簡單或是想的都以你為主這樣 你就是非常的緊張 對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覺得有媽媽的舒適跟寶寶的舒適非常重要 我如果搞不定這個寶寶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很容易 顧此失筆 沒有 都顧不好 這很顯然就是顧不好 因為如果我沒有辦法 立即性的解決寶寶的狀況 那你會一直哭鬧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你就會被吵到裡面讓好好休息 你會想瞭解說她到底怎麼了 就變成大家都很累 大失痕這樣子 對 我不想要這種事情發生 那如果你去月中的話 至少寶寶狀況會有人能夠處理 你也可以好好休息 遇到未知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對 然後有人可以協助我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只要經濟許可 一定要去住院的中心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在上次有經驗的時候 已經30年前了 我覺得30年前真的是 很妙喔 身為一個懷孕者 我卻跟她說 寶貝啊 可是月子中心好貴喔 心疼 她不想花錢在自己身上 很貴 因為一天就是 一萬多塊 坐月子一個月 30天 30萬欸 一個月花30萬欸 我那時候還跟她講 還有飲食 我不知道孕婦產後 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 你產後傷口要恢復 你如果吃活血的東西可能會 我不知道 就是其實我們搞不清楚 到底孕婦該吃怎麼樣的東西 她就不小心哪個大協崩怎麼辦 對 我就是很害怕這種事情 因為她講這個 我就去研究月子產 就想說那一定要訂月子產 後來發現一天才1500 這樣跟一天一萬塊還是有差 然後她又講說 人家怎麼照顧你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月嫂 我就超會給她找事情 我就說我單一件事情 我就一件一件事情來 你食物就算解決好了 媽媽會有一些狀況 你會有一些惡路嗎 不知道傷口服務員還是什麼 我也不想要不知道怎麼弄 然後延誤就醫或是什麼 然後導致病情更惡化 我也不想發生這種事情 我也很害怕 所以我就想說找月少 我就感覺月少感覺是 專門在做這些照顧寶寶 然後或是分攤家務什麼的 然後最後反正我們兩個就有點 各持己見 我很堅持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我想說反正還沒到 所以我們就去 參觀月子中心 沒有你還有一點沒有講 你那時候還有說 你捨不得你的貓 喔對 我很在乎我的寵物們 因為我們家裡有這麼多隻寵物 如果我不在家怎麼辦 他把這個問題反拋給我說 每天來回跑啊 反正就是我們就各拋問題給彼此 然後沒有解答 但是沒有關係 當下是沒有解答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就去了解你的方案 對 我們就去看月子中心啊 什麼什麼的 參觀之後我真的是感到非常滿意 這是完全是我要 因為我是科學派媽媽呀 我跟你講他那個表情 就進去說好滿意 好滿意喔 嗯這個好 直接講幾個我喜歡的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月子中心 最大的幾個點 你有看很多嗎 我沒有看很多 但是這一間就已經讓我覺得OK了 第一個是環境 媽媽要坐在這裡的環境什麼樣 我覺得OK喜歡 然後呢母嬰可以分開來 她有個專門的嬰兒式 所有的寶寶都睡在那裡 然後每一台寶寶都有自己的camera 跟智慧型交換 她所有的數據監控 全部會傳到平板裡面 媽媽就可以在她的房間裡面 看著那個數據 然後用那個網路相機 去看自己的小孩的樣子 如果真的想了小孩的話 就請他們把小孩推上來 推到房間 基本上就只有兩個點可以跑 然後所有的訪客 不能進到媽媽的房間 媽媽的房間 就是我這個陪同者 以及就是小孩 還有護理人員 訪客還是可以隔著玻璃看寶寶啦 然後一天換24尿布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讚 我覺得最重要是她的數據 她的數據我應該會完完整整的 去做個紀錄 然後了解說我家兒子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帶回家的話 我原則上會 依照那個數據去做 我很瘋吧 對啊 即便現在聽你講一次 依然沒什麼心得 可是我看中的地方不一樣 我在乎我住的地方要有採光 好浪漫的媽媽 大小怎麼樣 I don't care 我要採光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我去參觀她的嬰兒室的時候 我覺得裡面就是一陣祥河 這就是我要的妝 對我就會覺得OK 那就是代表他們都有被好好照顧 然後都休息得好好的 感覺她每一隻都很舒適這樣子 我覺得就很棒啊 這就是我要的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copy數據 你如何顧小孩顧著這樣子嗎 恭喜回家之後也可以繼續這麼祥和 然後我們家就是一片peace 這是我ideal的狀況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最後 參觀之後更加確定了我自己的想法 她說她會給你很多胃腳知識 喔對 她說下定開始 她就會給媽媽每一週的懷孕的東西 然後包含你產後 小孩接回家之後 她也會給你一些協助 長達半年吧 你有什麼問題 反正就可以跟她講 如果是上班時間就會很快回復 然後她甚至會安排 每一週會有con call 關心一下寶寶狀況 以及你有什麼狀況 可以問她 就有點像是說 不是我把寶寶還給你之後 就欸 就你家的事了 我前說完了 有一個寶固的概念 微寶固 他們在乎說 你寶寶是回家也要好戴 而不是說 喔我幫你在這裡照顧得很好 然後你回家很難戴 或你又不知道怎麼戴 那這樣沒有意義 她說她還幫寶寶 就是用燈光去調節 讓她知道明亮 有白天晚上的概念 蠻有信心的跟我說 他們家寶寶回去 睡過夜機率很高 聽到這句話就走到心裡去 她還有那個什麼秘乳師還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諮詢的專業人 人是非常多 她就是專門在處理 寶寶跟媽媽 我就覺得完美 妳真的好險 人家那個採光很好 如果那些採光碰 我就帶你換另外一件 妳覺得要給我找到一些採光 我真的太看感覺 我就是 妳要我去住一個地方 都要花這麼多錢 妳一定要讓我覺得我住得舒適啊 我不是只是要房間什麼 妳裝潢得很漂亮 NO 這是一個FU 我知道 然後還有那個電動床啊什麼的 睡起來很舒服 我說我要在這裡追劇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就這樣 所以她看了之後 我覺得她也放心 因為她看到我 最在乎的兩件事情都被解決 所以我覺得她跟我妥協了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最後就是要解決她擔憂的事情 就是寵物的問題了 因為剛好前陣子 我跟萬歲有吵架 所以我 她真的像你男朋友欸 對我跟我小男友有吵架 所以我又把我小男友 送去那個寵宿 去住個一週多 我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把她送去寵宿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大概會覺得說 喔狗狗有問題 都是狗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後來檢討完 很多事情之後 我也會檢討到我們自己身上 對 翻新我們自己 是不是因為 她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其實從養她開始 就是COVID的期間 也不能出國 甚至你出國植入 我去美國植入 還帶著她 我還帶狗去 我花好多錢帶她去 她從來沒有跟我們 一天都沒有 她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眼裡只有你啊 然後覺得好像 可以對我任性 永遠就是我的寶寶這一種 對 我說她應該要去 接觸不一樣的生活 可能巴結不同的人 她就會知道 喔其實是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世界 所以我們才把她送去住宿這樣子 對我們也算是一個教育費 我覺得她有成長 我也有成長 她也住過了 從一開始的很討厭 到後面開始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人家寵宿的人說 她是班長 太優秀了 就是模範生 好像怎麼樣 從放牛班到模範生 所以我就覺得OK 那之後懷孕這一個月 她大概就是去那裡 有人陪她 可以陪她玩 她可以被帶出去散播 她可以有一個拓散照 尤其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她來說 是比較好的狀態 因為 我要陪她 可能要看一下小孩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狗狗送寵宿是最好的安排 那貓貓的話就會變成說 我可能沒兩天回來一次 回來一個下午 然後待的時間就比較長 除了整理家園之外就是陪她們啊 類似這種狀態 可能每兩三天回來一次 處理這種狀況 我們用這一種的方式 去克服 對 去克服 當然她坐月子 我們是也沒有坐到 整整一個月啦 媽媽關不住 我覺得21天就差不多了 練假 她練假 之前曾經去花蓮long stay 一個月 後來去了美國兩個月 我後來就覺得 我好像都把這些時間 也拉太長了 既不是去度假 但是你又需要待一段長的時間 就是在那裡生活 大概我覺得是兩週到三週的時間 是一個舒服 因為第一週是習慣 第一週很新鮮 第二週你就穩定 第三週 開始想回家 對 你就開始想做別的事情 覺得說我是可以換一個地方 或怎麼樣的 所以我就說21天 我覺得差不多了這樣子 做這支影片就是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在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 雙方可能會不容易有共識 大家都非常各持極見 我們也是有這種各持極見的過程 我們都願意了解彼此的想法 其實我們兩個的相處方式 很容易是誰比較堅持 只要有一方是比較堅持 另一方幾乎都覺得 聽你的 通常會認為說 你堅持一定有一些原因 即便你沒有說出口 我相信你一定有什麼很重大的 千萬是不要忽略那重大的訊息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 聽對方堅持的東西 其實我後來有一個很大的檢討 就是我發現這整件事情 我沒有顧到你 在我提出這個 在家做月姿啊 找月嫂啊 我沒有顧到你欸 就我身為一個懷孕者 我只想到我自己 或者是說 我覺得這樣比較省 然後想要陪貓狗 可是我沒有想到你 因為你會分身乏術 所以最後我們是這樣才選定決定說 我要去月子中心 我們要確保 家裡每一個成員都能被好好照顧到 這是最後的方案是 所有人都能夠被照顧到的最好方案 就雖然花一點錢 可是我覺得 把很多煩憂的事情都解決掉了 他還是很心痛 但是他想想又覺得 算了 就是也 我也很重要 然後板上很多人就會說 就可能另一半會說 你不要去月子中心 我買一個包送給你 還是什麼 欸 我不是在叫你給我包的意思 沒有啊 送你月子中心不會再給你包 哈哈哈哈 一定要給我月子中心 老婆拜託你去月子中心吧 那我還拜託他去欸 那板上真的太多討論了 有人會說 老公就是說 老婆你不要去月子中心 我們30萬就在那 要不要一個包給你好了 我覺得其實這樣也很好啊 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妥協 至少人家也不是不願意花錢 他只是覺得30萬 他比較想買包 之類的 那也有我老公說 老婆拜託你一定要去 這應該是我這個角色 當然也有很多就是雙方完全談不攏 可能某一方覺得 完全不需要去月子中心 有一方覺得一定要去月子中心 那我們就是在這裡 分享給大家我們的 整個討論的過程 從分歧到妥協 到一起解決問題的過程 所以接下來 在兩個月我就要生了 那我們就再分享給大家月子中心 實際我們住起來 跟我們預想說家裡貓貓狗狗 然後以及我們家庭的分工 有沒有辦法真的達到一個和諧的感受呢 其實狗狗 我還是要再補充狗狗 其實我們是有讓牠多住 因為21天的月中嘛 因為狗狗也很needy 在狗狗真正接觸之前 我們要先熟悉一下 run一下 加了恭喜寶寶的一個家庭的狀況 OK了之後 再把狗接回來 因為貓貓相對穩定很多 我們家的狗狗真的也很像小朋友 我們也要注意大寶二寶的心情調適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就也可以給大家參考 月子中心我們當天就下定了 因為我太喜歡了 我才知道月子中心其實也很搶 很搶是因為 房間 就是那一些 每一個人要住一個月或是什麼的 涵蓋的期間 我覺得這很很爽 好像孕婦其實大概在可能 三個月穩了之後 就大概開始找了 然後你要記得問 你的預產期那個月它有沒有 有沒有空房啊 有沒有空房可以給你 然後能不能配合你調整 因為預產期有時候找有時候玩 大概就是這樣 各式各樣的方法都是好方法 不管是家裡的分歧 或者是之後生產完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求的公司 不然會是一個怨氣 如果說你沒有處理好 你可能往後十年二十年 你會一直想起來 覺得說 當初應該要怎麼樣 所以就是還是要好好的溝通 無論做什麼決定 好好的溝通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了唷 小楊說掰掰 還有不按讚訂閱加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楊說掰掰